音樂 從香港出發經過4小時 2400多公里的學程 就能夠抵達國統面積 大約等於132個香港 位於南亞地區的盲加拉郭 走在街上 不但感受到人口密集的压力 还会感受到经济落后的困兵 饮食 气候 信仰 语言 都与香港偏差地别 文家是全世界十极之一的国家 人口也多 一千万人 生活条件也很差 这里就是连续四十几年 被评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地方 周围都是缺水 缺路 缺电的小村庄 和无机会接受教育的贫困人口 被围望了在这片国土的角落 对墨加拉这个国家有一点了解的人 其实我们都是不太支持言态 到这个地方来投资的 当时我们的CEO过来的时候 他是驾着油车进来的 根本就没有路 也不能通汽车 当时 城市人员有几千万人住在这里 而我们厕所工作人员有几千万人住在这里 当时 全部都在这里 没有任何事 他就觉得没可能成功了 但我就很坚持 特别像我们这些八十型的工厂 一样就是要乘千上万 如果我不出去 我这个企业 在深圳人工这么高的地方 我是很难再次作发展 就说我一定要从来这么拨一拨 来自香港的旅企业家 的落后村庄 遥身一变 变成一个拥有四万人的小镇 有了商业街 住屋和孤儿园 小镇更加用了这间企业的名利命名 叫飞达镇 延安保宁说除了广东和香港 这里就是它第三个家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的发展 为什么当地人都自称飞达儿女 为什么当地的电霸愿意免费 为飞达解决缺电问题 等我们走入孟格拉 那就在那里艰苦创业 努力改变当地人民生活的中国力量 我们的公司就成立在1986年 最早我们是做贸易的 去到90年代 就觉得国家拐贷放的政策很好 令到我们有一种从业的好心 将公司在深圳布吉的一个地方 成立我们的飞达补充 很短短的时间发展得非常之快 2000年在香港主品上市 上市之后公司一直发展得很好 不过十几年前开始出现了问题 人口红业消失对我也是一件很大的挑战 製造成本就直接上升 内地营商成本变化 促使盐宝林将目光投向海外 赫普从一个客人那里得知 他在曼加拉由一间很小的工厂有意出售 盐宝林就立即飞去当地考察 我又未去到曼加拉 第一个星期我立即飞过去曼加拉 去看一看工厂 看一看整个环境 刚一过来 然后下飞机还是感觉比较震撼 周边全部都是竹林 一到了晚上 基本上都没有人的声音 就只有什么福利啊 郎叫的声音 很多很多 说实在 这里是很荒凉的 基本上那个路它是不通 麦加拉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自然加拉很多资源又很平滑 所以我们当时很不支持他到这边来投资 其实但是他挺自作的 我贪他的认为就是 他间公司可以出口 于是我就觉得贪他有这个牌 我即使和他合作之后 我就可以大兴妥博招标买马 所以就翻出来 我就想说好啊 我就决定走出去 博一博一定出去 基础设施条件差 未令到颜保龄却步 他带领着一班老员工 开始在二国他乡疑似创业 那是一个和香港完全不同的环境 当时我已经55岁了 我每一出去就穿衣服 都是很整齐的 在香港是写字楼的 突然间要过去那边造厂 又有这么恶意的环境 所以我就开始又买波鞋 买牛仔裤 买波鞋 这根本是另外一种境界 投压生产 我冬季过去 带四个伙计过去 这间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自己来这里 亲自指挥 发起来很麻烦 我冬季过去 是草岩切 入面 因为楼都没水 我打一个井 后来它没水 打一打三 全没水全没水 全没水 没有楼 没电 我点一下吃饭 所以一点都不良的 飞达的叫飞达三宝 那我们之前的生活田园茶 基本上就是吃榨菜 梅干菜 豆腐鱼 这些东西 但元太 他每次来的时候陪着我们 他不会自己开小赵 他跟我们一起同甘共苦 他说来在墨加拉这边土地 要把这个飞达拌成功 我必须新鲜适足才可以 最初开始的时候 他是每一个月飞墨加拉试制 星期五他就晚上他就打包行李 然后飞来墨加拉 星期一他又返回去香囊上 这么频繁地来回 是很不容易 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 那么我定了三个两年 第一个两年 我就是招标买码 那个大兴妥博 将生产从那时一个月 就得了几万元 变成一百元 这个我提前完成的 第二个两年 就是培训当地的管理人员 将我的技术转移到地 第三个两年 就觉得全部都好了 我只会视察 很兴勤的工作 生活条件艰苦可以克服 电力紧缺带来的生产困难 成为了颜保灵 扩大生产的难路虎 而且弘家的教练 碰到的问题也很多 特别一个就是电 电就 供应就很不够 因为这个是很兴奉 很偏偏 我们每一天停电是多少次 是二十几次 十几次 在那时 在那时 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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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电池 所有电池都离开 我认为 我认为 二十几次 一天 二十几次 没有电池 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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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费费的两倍 岩宝宁曾经想过自己出钱拉电纜 造价高达三千万人民币 而且工程难度大 最后只能放弃 谁知突然间有当地的神秘人伸出援手 有一天 我们的拍同跟我说 Paulina 她说 这里有一间工厂 就说想支持我们 她的侄子和一个同学 就想拉条件给我们 不收我们的钱 二十几公里拉到电纜过来给我们 四十五天 二十四小时 问问她是否费费 我当然费费 哪有可能 四十五天不花钱 我跟岩先生说 你不要再被人骗 所以我没有再跟进 有一天 我们的拍同跟我说 下星期电台可以通 一拉条件 每个都开心不得了 人家就不可以喝酒 每个都拿资可囊 金杯 金杯 乾杯 乾杯 每个都很开心 收费 又是跟政府收多少钱 他就收了多少钱 岩宝宁很想知道 为什么这个本地人 愿意免费帮自己拉电纜 而且用电收费低廉 通过各种关系牵线 半年之后 他终于见到这位 年仅36岁的神秘人 他就跟我说 他为什么会帮我们 他就说 好多谢我 他说你很take care 你那些人 我在你身上学很多东西 你让我更加坑头 在我都不懂 在我身上学很多东西 他就说 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就是见到你在电视上 在报章口门 就说电的支援很差 令到你那个电脑板 每个小组 见到你一个女人 来到孟加拉 这么落下的地方 这么辛苦见仇 还去做这么多的民生工作 还帮我们建造一个孤儿园 所以我就觉得这方面 令到我感动 所以我就决定帮你 所以这些不是平时的做生意 这是互相的 原来 多个分钟 我才知道 这个老板 这个家族 是前往加拉的电霸 我就深深体会到 我的做人 就施比赏更有福 我去到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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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在自己公司发展 他和当地人成为了一家人 我從昨天開始 我們每次都有學生 我們自己要去看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現在我們過院有幾十個小孩了 每次看到圓來劇 是老远这个草地就跑过来 都教我们老板娘叫妈妈的 几十个小孩都是想教的 那些小孩子真的很可爱 都是小小的小孩子 每日去都会给我们展示他们在学习的 可以说是元太给了他们一个家 一个温暖的家 让他们给了他一个很好成长的一个环境 好乖的 总是你别个疼别个 别个人继续跟他们坏心都不得了 来到 来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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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香港 孤养和街市都在 所有在台湖的这些 全部家家夫妇都有我工人来的 这个规达真 仍然是家根工程 规达没有人 经过我九年的时间的混导和合战 现在那条村已经变了三万年了 我们叫做灰特镇 如果说在孟加拉的那些村和镇 幸福止受罪过去 我会觉得是灰特镇 我们孟加拉的人民的幸福止受罪过去 我去到那里 我随着自己发展 我建立了孤养院 我花了一个事实给他们 我有一个扶贫基金 都是在享用着 实现着 习主席跟我们说出 民心相通 文化共用 共建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们一直是用了这个理念 来集入管理工厂的 就是去到哪个地方以人为本 以善行先 除了关怀社区 颜保灵对员工更加是照顾有家 除了和金共府 更加选拔优秀的孟加拉员工 去到深圳培训 培养管理人才 这种工厂的工厂 您是非常来自發职 而且它是很重要的 然後每个工厂的工厂 每个工厂的工厂 和这些工厂的工厂 这些工厂在捷照 我也觉得共用和工厂 很重要的工厂 好像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做了一个工厂 我和我们为你 也很了解 随 получается 沙子, Solof О много一個 就是我們的家... 我認為每七的時候 혹我們一定時 坐在我們家的家庭 然後你們看 別人,怎麼比較吃 而且她會吃得到 所以我們家的家庭 所以我們太自然 我們很花大 他像我們這樣子 我们试试试试试ع points 非常流行 quin天吃了 北 Unidos 第一个月 我试试试试试试试 当时我试试试试的 high久�� speed 都 ald prêt 我试试试试试 之前 我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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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 还有三次 天赚那个 03 sen 天赚 你们你们 decision palette 我们跟 fears 比肯小女大 我们剉默女心地是 什么都是 只可不可和 prim了 让自私学生活 我做了我做的工作 我不知道, 它不是做的 因此,我們是在那裏 有什麼新的製作 如果開始成為 2018 我們做了整個部門 台灣的公司 我們在新的公司 我們有很多公司 然後到國間 也能與人的交据 我們照顧 KP一樣 難得來我做 различ性的 我們知道這些 125月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 自己看到��跳过去的小节看当中。 我们没有做过这种狱和 他们 luôn教 cancel我们的工程, 我们之前还要放异 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磨合 现在根本上都不需要放异 我们在学他们的话 他们也在学我们的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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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出发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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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没问题 正当飞大的发展 蒸蒸日上 一场突如期内的疫情席卷全球 全世界禁了暂停建 非得都不例外 没想到疫情这么厉害 冬期时的情形可以这么恶劣 下单未做的取消 做了又不准出货 出了货又没请收 大家都追钱 这个是 每个人都追的 所以在冬期时 我就跟我们公司说 在这段时间 我们不要追钱 因为呢 你追人家也追 OK 我们怎样令到我们的下台 这么艰难的时候 大家是共同时间 每一个出席 一定对我们都会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这段时间 不要追钱 就跟客人说 有没有需要我们的支持 我们差不多5月呢 其中的就4月5月 我们工厂全部停层 很多同事都不敢来孟佳南 因为疫情 杨泰带头到这边缠住 杨泰也是雪楼季区 他有一次也感染了 我们感觉到他已经在颤抖 世界已经模糊了 但是他还在坚持 当场我们所有人都哭了 但是现在被他感动了吗 是的 被杨泰的精神感动了 所以说我们今年 没有人乞求休假 都主动 只要公司需要 我们都不休假 他跟我们所说的就是 我们都在这边 他也一样的要过来 跟我们一起 因为他也是冒着 很大风险过来 因为那个时候 这边的疫情 是最严重的事 所以这些事情 都是对我来说 也都是很感动很难忘的这些 我们在这边的话 是整个孟加拉里面的企业来说 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我们的员工每天早上过来 上班的时候 有一个专门的 从四周喷洒这个消毒液的门 然后从这个门过来 然后就有我们的行政的同事 架起像两个红外系的测体温的 如果说有体温 有任何的不正常的话 他们就会要去医务室 或者说肥家去休息 美丽人给我们的 保留人给我们 给我们所有的车 试试试试试试 所以他们非常感兴趣 我们的工厨 有的工厨 我们的工厨 在我们的工厨 里面有工厨 但是我们的工厨 发展yy 我们的工厨 我们用质 好 我觉得 我们的工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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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8月份、9月份慢慢生育回来 一要生育回来 我和我说每一张单要生育就是非得要薪 因为在这个时候 每个人都追到我们去 追钱追钱 正在非得没有追钱就问我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到 大家共同这个时间 之后的订单 我们不做先比较一个 所以现在非得的发展 每个人都问我 你九年成绩监裁 增加50% 我可以说今年 我一样是这样的成绩出来 因为大家经历了很不平凡的过程 在过程中 他们说 我们现在觉得 每年不是我们的供应商这么简单 我们又不是伙伴 我们简直是一家人 对岩宝宁来说 当年走出来 拼一拼的决定 令到公司在二国他乡迎来新生 亦都带动了当地发展 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 这个有些冒险的决定 如今看来是最正确的决定 这个背后都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 我们制造业务 影响的环境很重要 我们要走出去 一定要有国家的 那个大的政策 这个支持下边 我们走出去 先可以有安全 先可以有那种信心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几个发展 都是根据国家的 那个大的政策 会影响 我认为一带一路 这个政策令到我很大的信心 所以我这样就破牌走出去 我们的企业 走到孟加拉 发展越来越好 拉动东地的经济发展 改善民生 你看到 他几百个人 现在是三万多人 人民的生活过好之后 你告诉我 大家好 大家一起共同富有 从一年来孟加拉的时候 我们孟加拉是 以交通比较堵塞 同时它的能源 也是比较紧缺的 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 孟加拉交通有所改善 它的能源建设 也是越来越丰富 同时孟加拉也响应了 全球的碳中火计划 也越来越重视新能源的建设 同时他们的一个铁路建设 包括轻轨建设 包括它的一个机场 大部分是由中资企业成建的 中企一方面 对当地的经济提高了很多 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就业率 而周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也得到了提高 孟加拉首先 它整个社会 对一带一路的理念非常接受 而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合作 也是非常积极 你知道孟加拉是南亚第一个 跟我们签署 一带一路的政府 兼合作协力的国家 孟加拉目前在南亚来讲 确实是一个发展的各方面 应该说是比较均衡 也比较良性的这么一个经济体 对下一步 香港企业的南亚市场的开拓 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 桥头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希望更多的香港企业能够把目关更多的拖下孟加拉来 这次是我第三次来到孟加拉 这三次之间隔了这三年多的时间 是看到孟加拉有很大的转变 这三年里面它没有停滞到 它的发展很快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政策 因为有国家的呼吁之后 其实在过去十年 无论在内地还是在香港 都有很多不同的资金人才 还有还有很多的企业家 工业家 发展家一起来到这里 希望帮这个国家做很多的建设功夫 当然孟加拉国它本身有很多的人口 它本身也很积极向上 它们也很勤劳很努力地去掌握这个机遇 要两边一起合作 所以才可以见到今天这么好的成绩 他们还是有一点就是比较规范 总比来讲在本地市场上的口碑都很不错 他们对劳工权益 社会责任 这方面做得都比较好 所以孟加拉政府对香港企业的评价是比较高的 应该说对本地的纺织 服装这个行业 而是起到了一个提升党子的一个作用 他们一提起香港人 他们都说他觉得香港人要投资很好 为什么 因为香港人 香港的投资者很重视诚信 他们是诚实的 他们是会跟着规则去做 他们都会遵守合约合同 这些令到他们很放心和香港人做生意 第二 香港人去到一个地方虽然做一个投资者 但是跟当地的人民都会打成一片 香港人在这方面 我们是有个人民的精神 我们是愿意跟社区走在一起 你小小就看到你了 而第三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虽然是做生意 大家很努力做生意 但另一方面我见到几个厂家都是 我们毫不论息地去培训本地的人员 提升他们的技术能力 希望他们有更高的生产值之余 有更好的经济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 亦都不断地做很多的善事 帮手建设个社区 令到这个社区一路地变化 一路地进步 其实是对于孟加拉国这一类 它是比较初期发展的经济体系 很有帮助的 我请我的那个使馆的公司前参赞 专门到过这个非达政 他回来后给我讲了很多非达政的故事 从一个小村庄变成了现在数万人的一个城镇 带来了一些本质的变化 应该说是也实实在在地改进了 当地人的一些生活品质和他们的福祉 这次我特意再回去看 因为上一次颜太太预告了 未来这几年他们有什么发展 他们有第三期 第四期的发展 所以这次特意再去 我们沿途来的时候不再是很静 或者只是有农田或者有牛和羊 而是见到真的有零售 真的有市场 那些人民真的互相有多交流 我晚上走的时候 见到一档档的士多 很多人围在一起 原来大家一起已经在看电视 以前他们不知道电视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香港人在这些地方 很努力地打拼 也都为社会做了很多事 将来说好香港故事这件事最有效的 不是靠我们的嘴巴 而是靠一些接触过我们的人 和我们合作过的人 和我们工作过的人 靠他们向他们的朋友 向他们的亲戚 向他们的长辈晚辈 讲述什么叫做香港 他们讲的香港故事 就是最完整 最有说服的香港故事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香港驻曼谷经济贸易办事处 和曼格拉国华侨华人烈合会 在曼格拉国达卡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活动蔓延 吸引了200多位 曼格拉政商各界嘉宾出席 中国连贸易办事处 劝足回归25周年 这是中国第一次 在外国当中 这麽大的晚年 我就希望透过这个机会 真是说好我们的香港故事 传播好我们的中国声音 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出席一次 今次是我办事处成立以来 第一次 还是香港政府在南亚地区 第一次搞慶回归的活动 我必须让这裏真实的故事 这裏真正的情况 让我香港的同事都知道 让他们可以在偏配的资源 无论他们考虑政策 各方面都可以有更全面的考虑 其实现在香港有这麽多厂商 在曼格拉国 我跟他们谈过都很乐意 不如提供一些实习的机会 亦都可以让香港大学生 或是一些专业训言学院的学生 如果他们有兴趣的时候 都可以来做一些实习功夫 体验一下这裏的生活 我都希望多些年轻人 可以走出国际 希望他们可以见识多些 来曼格拉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一带一路 实在带了很多东西过来 不只是制衣那麽简单 已经是很多各行各业 所以如果年轻人想过来 是很多机会的 就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 这段经历最开始有点痛苦 然后后面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 我如果在国内的话 永远都没办法经历过这些东西 我希望香港的年轻人 人文环境和商业环境 所以香港的年轻人 如果是有点闯进 我觉得应该把眼光放到 这个东西拉来 看一看 这个地方是有机会的 我希望更多的香港人 来这里闯一闯 这些人呢 你想做好这件事呢 你有恒心 有那种激情 就一定做到 这里是 虽然是那个事业的大月春 但是我当它是我的 人生中的大三的故乡来人 东港 现在是深圳 现在来到这里 而那是搞面前 我很享用 十指掌提出来 一带一来 这是二带的重 我今时今日 我虽然已经失败了很多 最高峰的事件 我在中国 我在深圳最高峰 我现在已经是八千五百人 去到春天的一份 大四几块 我已经是一百一千元 所以我们行这怎么办 2019年 我们这边的新的 现在我们做的这些大厦 就竣工了 就好像那些盛况 好像就在昨日 可是短短的三年 现在2022年 就三年都不到的时间 现在我们这边 所有的车间开起来 然后车间的空间 又是不够用的 然后我们又进一步的发展 在另外的横边 我们又买了很多地 那里面可以放200台 手花机 日产量 预计达到五万到六万件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腾灰 让我看到 飞达在孟加拉的那个快速的 飞速的发展 延太的计划是在他们的新工厂 是全部上屋顶光伏 同时在他的旧工厂 他也有计划上屋顶光伏 也是响应了孟加拉政府的一个政策 同时也是对他们绿色能源 碳排放也是提到了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响应 没有阳太来这里开冒场 这个地方不可能有今天的景象 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规划的新的厂房 我们从今年年底开始 会持续地慢慢地投入 我们的规划 是要再开一个五千人左右的分场 我们要跟着延太的脚步 继续努力奋斗 我一个我想对自己讲句实话 我要说 阿干部令你很幸福 你应该很感恩 感恩这个社会 给你的一切 感恩你的同事 对你支持 令到你有这么好的企业 应该感恩家庭 我老公和我的两个仔仔 对我的支持 令到我可以无后顾之忧 可以做社会工作 做我所爱 就是爱我所做 这个我很感恩 接下去将来 我一定要用我的力量 在为香港为国家 尽我所能做多些贡献 这是我的使命 也是我的目标